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因为新而又新的河水不断地往前流动 河流时时刻刻变化着 人两次踏入的河流就不是同一条河流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说变化无处不在 没有那个在变化之中不变的东西 于是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迪鲁进一步说 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既然变化是绝对的 那么当人踏入河流时 这条河流已不是他自己 成为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克拉迪鲁将克拉克利特的变化观推向极致 否定事物作为他自身的同一性 我不是我自己 这给我们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那个与你朝夕相处的妻子 有一天他不再是他 你会有何感受 荒谬 这个世界太荒谬了 他不可能不是他 你在万分沮丧于懊恼中怀疑这个世界 也怀疑你自己 因为你瞬间失去一切 作为他自身的那个稳定的根基 当我们与一个人打交道时 我们通常倾向于预设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即使他发生再大的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他也还是他自己 因此 你大可不必紧张 那个与你朝夕相处的人 还是你的妻子 克拉克利特正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事物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变化 但变化之中始终有一个东西不变 这个东西就是变化本身 或者说变化背后的规律 规则 也就是罗格斯 克拉克利特说 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统一的 它不是任何神或者任何人所创造的 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火火 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作为永恒火火的世界 虽然周而复始的燃烧并熄灭 熄灭并燃烧 但却无法摆脱 它所依循的分寸 罗格斯 变化很重要 变化之中的不变更重要 这一思想被巴门尼德继承并加以精彩的发挥 存在者存在 它不可能不存在 克拉底鲁只看到赫拉克利特的变化 没有看到赫拉克利特的变化之中的不变 难免将变化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 得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结论 这使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变得陌生 从家园走向异乡 它意味着这一秒与下一秒的你不是同一个你 你今天见到的父母明天不再是你的父母 尽管克拉底鲁误读了赫拉克利特 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对赫拉克利特的误读是精彩绝伦的 而思想的传承历来如此 柏拉图笔下的那个苏格拉底是他所理解的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那个苏格拉底是他所理解的苏格拉底 但真正的苏格拉底是怎样的 我们除了凭借后人的记载以外无从知晓 言归正传 我们回到赫拉克利特的命题上 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推崇变化 推崇运动 认为运动比禁止高贵 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和平 而是分裂 冲突 对抗 战争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原本就充满焦虑 充满不安 但我们欺骗自己说 这个世界终归是美好的 并且从中寻找哪怕一丝维系我们得以安宁的因素 赫拉克利特让我们直面这个世界 这个悲惨的世界 这个惨淡的世界 正如他对战争的描述 战争是万物之王 他使一些人成为神 使一些人成为人 使一些人成为奴隶 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人只有在分裂与对立中才能提升自己 才能成为神 这绝非狂妄自大 也非孤方自赏 而是说人本身蕴含着一种 可以不断超越自身的潜力 尼采继承了这一思想 批判基督教的谦卑 使原本堕落的人更加堕落 甘愿放弃人本身的潜在神性 一步步将自己降身为奴隶 遗憾的是 许多人 尤其是基督徒 只看到尼采攻击基督教 没有看到尼采对基督教病症的诊断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到底是什么使河流发生变化 这是另一个问题 时间问题 没错 是时间使河流发生变化 即使河流本身是静止的 人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因为时间参与到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 那些表面静止的东西 因为有了时间的参与而不是静止的 一定是运动的 但是如果变化本身不变 时间本身也不变 这听起来很奇怪 其实不难理解 设想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流 我们将一样东西放在上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东西的漂移来判断河水流逝 但是如果河流什么也没有 甚至连水也没有 我们就不会说河流在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 河流本身只是纯粹的形式 或者一个绝对的理念 它永远是不变的 当它进入这个世界时 变化随即产生 时间也是这样 当时间进入这个世界时 才有时间性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流逝 以及钟表上的时间 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提出了时间问题 但时间是什么 奥古斯丁坦言 时间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问我 我倒是清楚 有人问我 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孔子说 逝者如私夫 不舍昼夜 然而 这是两种追问时间问题的进入 不可同日而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